我也无所谓 应该没错啊 导航就倒在这儿啊 怎么都长得一样 同 同学 我 我想问一下 S团的排练厅在哪里 S团才演出一次 这么快就有粉丝 专门找到学校来了 算你走运啊 我也是S团的其中一位 我带你走 太好了 我找了好久 那 我 我 我是宋冉 好好 我方小窝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 来 我带你走 麻烦你了啊 我帮你拿 我看 好漂亮啊 对了 小窝 你是什么系的 我是钢琴系的呀 钢琴 你也是钢琴 对啊 太好了 李斯特 李斯特 那边有人在弹巴赫 还有一首 娃拉姆斯 你听力不错呀 等一下 等一下 这首 这首 李箴妍 李箴妍 你等我一下 真言哥哥 宋然 你从这儿回国的 真的是你 你怎么找到这儿 你怎么找到这儿 小窝 小窝带我来的 方小窝啊 你们都是钢琴系 她是你师妹吧 你这次回来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费大使啊 十年不见可能长个儿了 那当然了 真言哥哥我想念 我想念我们那首曲子 好像不太记得了 最好不记得 我知道 你说说那首四手练弹对不对 嗯 记得一点 记得一点 我们从小弹到大的 怎么知道你是现在要弹啊 是现在 爸 我好像忘了 哪里忘了 现在 现在弹是吗 嗯 那好吧 来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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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很久没有练 有点生疏了 你哪里生疏 对 你说你这次来是找 是飞大师找你是吧 对啊 那你什么时候过去找他 什么时候 那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很多人都知道 等会儿你可以出门的时候 你问一下同学 他们应该知道他在哪儿 那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啊 下次咱们再见吧 我还有事呢 下次 下次 走吧 走吧 我 我 真言哥哥 我也可以一起去 我 我 真言哥哥 方小巫 怎么了 没事 一天到晚这么吵的人 突然这么安静 肯定是有什么事 老实说吧 怎么了 你是不是 有很多前女友啊 就是从校门口 排到黄浦江的那种 然后他们对你念念不忘 还想跟你旧情复燃的那种 你才说些什么啊 你才说些什么啊 宋燃 采薇 他们都这么优秀 我肯定赢不了啊 我一定输了 这么快就认输了 你有问过我的意见吗 问你什么 你说呢 你的意思是我会赢是吗 那我是有机会是不是 你会选我 神经病 你是不是会选我 会会选我 小心点 小心 会会选我吗 会会会 会不会选我吗 会 选我 选我 开门 怎么了 宋燃弹琴 很厉害吧 是啊 小车就很厉害 现在更是 还好长安做指挥了 不然压力更大了 我跟你弹琴的时候 我的每个阴影 你都能跟上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 我在荡秋千 你在后面推 我每一次荡回来 你都能稳稳地接住 再把我荡出去 行人还挺贴切的 行人还挺贴切的 今天看见你跟他四手连摊 你的每一个阴 他都能跟上 这种感觉 就好像你们两个人 在荡秋千 我跟娜比 是不是很差 没有啊 真的 主要是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有什么可比性 你最爱的美式 谢谢 好喝 我也要 有奶吗 这个一模一样的 没事 你之前不是嫌又酸又苦吗 我现在就开始喜欢喝 又酸又苦的黑咖啡了 好喝 好喝 对了 小波 这个时间点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 他住我家楼上 然后时不时下来蹭个饭 蹭饭 我都叫做蘸池 来 给你美式 好好喝啊 我去吃饭 他就吃饭了 你吃饭了吗 我真的没吃饭了吗 你吃饭了吗 然后我去吃饭了吗 我认为你吃饭了吗 你吃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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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饭了吗 你吃饭了吗 我吃饭了吗 我吃饭了吗 空间有限 而且平时都是我一个人住 没有多余的手 这儿离你们学校也近啊 而且我们从小就一起长大 他不会不好意思的 对 废大师这次 叫你回来做什么 废大师找我来摆弃讲课 分享一下我的学习经验 一杯饮料而已啊 没必要拒绝吧 谢谢 田总 我能帮你 什么 我知道你想去欧洲留学 但是欧洲的大师 不止费神尔一个 我能帮你 谢谢你的好意 我不需要 你是个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 你是因为蒋采薇才拒绝我的对吗 对 他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 莎莎 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我和你不可能 田一松 我会等你想清楚的 大家安静一下啊 我现在介绍一下 其实不用介绍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 这位美丽的女师 就是著名钢琴演奏家 宋然小姐 宋然小姐这次到上海来 是来开钢琴独奏会的 我特地把她请到百气来 是为了跟大家交流经验 虽然说宋小姐是一位 冉冉升起的新兴 但是给你们大家也都是同龄人 有什么拘谨 有什么问题尽管提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宋然 其实我跟在座的各位一样 都还只是一位 在努力学习音乐的学生 我期待来百气这一天很久了 因为我有很多很敬仰的大师 还有前辈都是毕业于百气 很早的时候 我就想来感受一下 这里的音乐氛围 还有艺术熏陶 先谢谢费大师 给我这个机会来讲课 让我有这个机会 虽然说我来的时间不多不长 欢迎你们 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 那我也很乐于跟你们分享 讨论我所知道的音乐 听说她十八岁的时候 就开过钢琴全球巡回演出 在欧洲 美国都也会演出 对呀 你们说这哪里是交流 根本直接就是碾压嘛 碾压就碾压 她这么美 干什么都对 比我们优秀的人 比我们还努力 还比我们美 你们都知道她 这种名华一天才钢琴少女 声明度超高的 一个钢琴系的 不会不知道吧 对呀 好 那今天呢我想要 跟大家讲的课是 古典乐曲中几首 难度比较高的练习曲 那我们就先从小邦练习曲 会讲练习曲也是觉得说是 对我们现阶段学情是 最直接最有效的帮助 好 肖邦练习曲总共有二十七首 那不同于前人所写作的 它是结合了技术的挑战 还有音乐的美感 所以我们在弹奏时 不会觉得说 它是只有在练习技巧的 那种枯燥 我们会觉得肖邦她有很多 想要叙述的故事 还有音乐在其中 我觉得用说的不如我们 直接弹奏会更有感觉 好 我现在需要一位同学来帮我 建言哥哥 这哥哥 诗哥跟他诗诗啊 这关系确实有办 估计是初恋 初恋 有感觉 你干嘛 我说明一下啊 真言哥哥呢 虽然说是钢琴系的 但是他现在正在学习指挥 应该专注于指挥 还是把这个机会 让给其他的同学吧 好的 新乡物 来来来 小窝 但是叫你快去 快去 可以啊 去了 好 我帮你准备了一首 来 帮你准备了一首肖邦练习曲 升C小调 激流 你随意地弹奏一小段 试试看 我 我没有听过激流啊 没关系 你试试看 不用担心 给我 outlined 大家 有一点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先谢谢方同学 方同学的技巧非常好 第一次弹奏 能这样表现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 节奏上面有一些问题 你看一下谱子 你右手的快速音群 跟左手的八分音符拍点 其实没有真的对上 怎么说 我 我直接弹奏一次给你听好了 我直接弹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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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耳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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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 轻冻在锦洋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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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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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铭铃铃铃铃铃铭铃铭铃铅铢铢� augun!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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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下个礼物 我如果能评论 有电话 很多人形容钢琴是一个人的交响乐团 那这特别的交响乐团最初的指挥 其实就是我们的曲谱 自由的弹奏固然是很美妙 但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把曲子流传下去 想要体会创作者最真实的感受 我们就必须先仔细地读过 谱子中的每一颗音符 再把它自由地转换成我们的琴声 成为这首曲子真正的指挥者 我始终认为这是演奏的基础 我们先谢谢方同学 然后我想跟你说 如果你克服看谱的问题 你的演奏会有质的飞跃 他居然听说我不看谱了 谢谢他 他真好 漂亮 温柔又善良 钢琴弹得又好看 喂 怎么了 被宋人打击了 心里不高兴吧 我才没有 没有 其实没什么 即便是李真言 没有联系过的曲子 也一样弹不好 可是 就算我练过 也不会弹得比他好的 像他这样 才是真正的天才吧 什么曲子都能轻松驾驭 是啊 他八岁展露头角 十三岁开个人弹奏会 十多岁火国际打奖 可是一直到现在 在人们的心目中 他依然是一个钢琴少女 而不是一个钢琴家 八岁 听起来好辛苦啊 著名音乐家 卢道夫不和彬德说过 过早成名 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是危险的 很多人都羡慕宋然 有才华 有运气 可是没有人知道 他内心的压力 我知道 他刚刚是认真的在指点我 如果你不高兴的话 你也可以走 不过小李同学 是会不开心地弄 好了 走吧 小窝 这是我音乐会的票 欢迎你跟真言哥哥 一起来听我的独奏会 谢谢啊 你是很有潜力的钢琴家 我听了你的弹奏后 我会更加努力练习的 你也是啊 都能开独奏会了 你也可以 我期待有一天 我们一起同台演出 好 没问题 约定好了 真言哥哥 我们好不容易结束了 晚上去支澳洲龙虾 我今天可能 什么啊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今天晚上 已经约了人了 你让费拉志去行是吧 我们走吧 这 不是 我想跟你吃啊 真言哥哥 我们下午都 大师 真言哥哥是不是喜欢小窝同学 对啊 我们都很喜欢他 今天多谢了啊 今天多谢了啊 没事 大师 没有人跟我吃啊 李真言 你晚上约谁了 我今天晚上约了一个 傻瓜 叫做方小窝 我同意 我白白白同意 我相信我要去吃火锅 走吧 吃火锅 走走走走 你看着我干吗呀 我在看你 怎么下这么多了 那么多吃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难道你不吃吗 我吃完快速都拿了 吃一点吧 等一下啊 我给你加 你也吃吧 李真言 宋燃 我你 我是不是你师妹的时候 你怎么没否认啊 这有什么好否认的 本来就是我师妹啊 我怎么是你师妹呢 我不是你师妹 我 我 我应该是 你是什么 你朋友啊 女朋友 小声点 宋燃呢 是从小连起 她之所以能成现在这样 都是慢慢积累过的人 你不用急于求神 她慢烂你也开不开 我怕我怎么学都学不成 她那个样子 你不用变成她那样 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不胜 真的 真的 吃吧 来 凉蝎子 那我说 你现在在这我 你不知道 我去找那边 你这样比想我的 你在那边 说什么 就是我的 你放一块 一块 你去之前 还是 把我去 比你来 你去 你去 我去 好 我去 你去 那边 把它 去 你去 看来她在国内还挺受欢迎的 要是我也能办自己的独座会就好了 放心吧 世界很大 这只是冰山一角 我相信你以后 会在更大的舞台上开自己的独座会 那你会跟我一起看这个世界吗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 我坐给你 你们认识啊 不认识 姐 你看 我不看 金沐妮也来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见到我 都是一副拽拽的样子 为什么不回复 你们两个吵架了 来吧 小伙子 坐我这儿 来吧 谢谢 去吧去吧 谢谢 舞台上的送的 并不让人 并不愚 原来 这就是他们说的 天生就属于舞台的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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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 相信自己 总有一天你也会走上那个舞台 全世界都会听到我动人的琴声 一场好的演出真的可以让人热血沸腾还能振奋人心 我觉得宋冉真的确实厉害 对啊 我也觉得钢琴演出特别棒真是太厉害了 我姐又没跟你说话 再说你刚才在那儿一会儿站起来又坐下了 又在那儿发微信滴滴响你在那儿干嘛呢 你可烦死我了 那不是我旁边那个人他一直说什么女朋友这么让我发 谁女朋友你这你这是干嘛呢 她说你姐说女朋友我也没办法 我问你在干嘛 回家呀 你家不需要坐公交车吧 我想想我爸让我去超市买个东西 超市在那边 你今天就让我陪着你好不好 不用不用 你干嘛忙去吧 你爸不是让你买东西吗 行 那我就走了 拜拜 姐 他一天天好奇怪啊 我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好 好 好 走 我 这么不开心啊 这东西当然开心了 我看见你刚刚那么不开心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就从看了宋然的读作会 我弹琴就一直提不起精神来 是因为她太强了 是吧 你真的太了解我了 宋然弹她那么好 怪不得大家都喜欢她 和宋然比起来 我就像小学生 小学生的弹琴多自由多浪漫 而且很生动 他们弹钢琴 从来不会为了成绩的高低 他们可以一时快乐地弹下去 静默 我太喜欢你了 你说的话 跟吴老师一模一样 以后我们一起去当药园的 老师 如果我去不了欧洲 我就和你去幼儿园 吴老师 拉钩 你 我 你 李俊颜 师哥 师哥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 李俊颜 你 等 等我 等我 你等我 李俊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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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住 你怎么突然停下来了 你不让我站住吗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你生气了吗 没有啊 不晚上约了别人吃饭 你自己吃饭吧 你 你约我吧 我跟你一起吃 你不是有别人 跟你一块吃饭吗 我没有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跟他去吃饭 然后我有我自己的约 这样多好了 你是不是吃醋了 我没有啊 我怎么可能吃醋 没有 你干什么啊 你这说的样子 好像戴那个醋的小龙胞 你才小龙胞呢 好可爱啊 小龙胞 师哥跑哪儿去了 会给那纸麦的 赶紧订下来的 电话也不及了 清生 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清生 都毕业了 他还能被表白 真羡慕你 清生 大学还没谈过恋爱呢 抓紧机会啊 对对对 你们先过去吧 我一会儿找你们 清生 这是我的心意 希望你可以收下 什么年代了还送花 真多 谢谢你 但是这个花我不能收 那你不喜欢花 就收下这两张演出票 真妮杨森的小地心独奏音乐会 这个票很难弄到 只要你喜欢看 以后多难抢到票 我都会尽力拿到的 谢谢你啊 但是 这种问题 我更愿意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你别客气 收下吧 清生 我是真的喜欢你 把这儿给我撒开 撒开 撒开 同学你干吗呀 你是没看到他一脸嫌弃你的样子呀 你谁啊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我 跟我就是有关系 你找茬是吧 我这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我送他演出票 跟你有什么关系 小心我 秦桑 你过来一下 秦桑 你把手撒开 秦桑 你 刚刚是干吗呀 我刚刚就说了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我不过就是被表个白而已 又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遇到什么危险 你拔什么刀相什么座 我是看在我们都是 学小提琴的份上 而且你还是陈正的表姐 我这不是好心就帮了你爸吗 你真的是这么想吗 对 刚刚那个男生 送的票和花我都很喜欢 我也可能会接受他的表白 可是现在却被你搅黄了 你说怎么办吗 我刚刚看你 明明就是想拒绝的 万一这是女生的矜持呢 我问你 我答应了他你怎么办 你答应就答应了呀 反正也不关我的事嘛 请问你脑子有问题吧 请问你脑子有问题吧 纸杖 今天天气好热闹啊 天气不叫热闹 你在这儿才叫最热闹 你能别打扰我看书吗 小点声 我 我怎么就打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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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朋友啊 我不需要你这个朋友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如果你生我气的话 那 我教你生师姐好不好 师姐 你学校气 别气了 不是 你是脑子有问题吗 不是 你是脑子有问题吗 你是智障吗 你 干吗呀你 好 我问你 你昨天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那 因为我就是看得不顺眼 那 你今天来这儿干吗呢 要跟我说什么吗 我想跟你说 跟你解杯戏 你这矿泉水瓶还要不要 你不要的话 就给我 送你啊 我看你脑子 浸的水还不够 补点水 走走走 我想跟你 跟你解杯戏 跟我解笔记 对 你一个大三的 解大四的笔记干什么呀 我就预计一下嘛 不行吗 不行 你干吗这么小气呀 要不你解我笔记 我请你吃一顿饭 一天一轮 跟你解一年 然后我请你吃三百多顿饭 你承计什么 你是不是有问题呀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直面你自己的内心 有这么困难吗 talk about čas 小嘻 大余 真是 你怎么来了啊 哈哈 好 dét 你我有一个部分 人份的手艺 我 我不会煮面 可以是啊 一碗面而已 不会这么难吧 不是 大师 你干吗呀 我们家面从来都是我爸煮的 我不会煮面 没关系啊 你可以让你爸爸 手把手术教训你吗 我 我只要是 能不能尝到 满意的味道就可以了 你看 我这么一个孤寡老子 就想尝尝碗热腾腾腾面 你 你这个就不能够满足我嘛 你把你继交給我 好 怎么样 不错 尝一下 尝一下 就是特别棒 特别好